大家好,我是千六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一天一星星的紅彩情境女生之院 第六關保護任務目標的 最後一顆星星 過關的時候還有50滴血 首先一開始就努力的強化 然後回來補兩次 這關整體來說 也算是比較偏簡單的關卡 這樣安裝完四片 不要封門 先放一個毒氣之後 躲到這個角落來 等他們進來 出現紅絲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小人影 就把毒氣按下去 這樣會一次毒死兩個 因為不封門他們另外兩個人就會很穩定的從這個地方過來 架好槍等就行了 這樣是最簡單的第一波 再來補一個補給 放在最後一個可以炸開的地方 這樣他們就只剩下 這裡跟那個小門可以進來了 第二波的人如果沒有封門就會先從這邊來 所以先架好槍等 來 來了嗎來了嗎 來了嗎 好 通常是兩個 沒有人的確定就可以撤回來 應該要是 應該要是 他開始開槍的時候 送上毒 可以出來補槍也可以等毒氣 來 然後再把人直救活 第二波也輕輕鬆鬆 第三波的毒氣彈放在這 第三波就最後一波了 放好毒氣彈之後就可以躲回來 會先有一個人從這邊跑進來 會先有一個人從這邊跑進來 這個人必須要用槍解決 這個人必須要用槍解決 等他開槍再探討 等他開槍再探討 然後鐵板 會出現 燒鐵板的痕跡 還沒還沒 有了 毒下去 如果人只有死可以出來救 那個燒鐵板的是盾牌哥 用毒氣毒死他 才安全 最難的人就會從這裡 好 OK 過關 你很刀射起來 你是怎麼看到人直的表情的 大哥你也太強了吧 成功成功 那以上就是我們 第六關 保護任務目標 第三顆星 過關的時候還有 五十點生命值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總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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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